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大人 借一步说话 曹大人 你可记得 当时这个吴淼水因史文俊一案被罢免官职 皇上拙令不得令其入京为官 怎么才几年光景又穿上五品官服 当上这临安之府了呢 宋提醒 宋大人 火气不要这么大吗 俗话说 人无完人 金无粗斥 贤贤说得好 人非圣贤 孰能无共 这吴淼水啊 是有点小毛病 但是为官还是很有一套办法的 你想想 自从他离开之后 弱大个京城就找不出一个 能任临安之府的人才 当朝的仲臣排来排去是比这个比那个 最后想想 还是老马师徒 旧将可用啊 曹大人 这吴淼水该不是由您举荐的吧 我说宋慈啊 你这人可真是的啊 你这个小小的提醒官也算不了什么大官 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 不管是谁举荐的那最后定夺的还得是圣上啊 此事果真是圣上定夺的吗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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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大人 宋大人 二位有什么吩咐啊 吴淼水 你现在又是临安之府了 按说京都之事 一旦发生命案和泄斗 知府应当首当其中 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 卑职知道 既然知道 如今 如意愿发生命案 你就该担当起重责 宋提醒 带管京都的暗事已多日 也该让他歇息歇息了 卑职遵命案 宋提醒 不行 谁认临安之府我都可以听之认之 唯独这个人不行 此案不许他胡作非为 宋慈绝不答应 宋慈 你 宋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说临安之府管不了府内之事 我看你也太霸道 太母中无人了吧 我曹马人好歹也是当朝一品的刑部上述 还管得了你这个四品的提醒官吗 曹大人 我看 二位就不必争了 如下官说两句 行吗 你说吧 宋大人 如今的吴苗水已绝非当年的吴苗水 特别是那次惨痛的教训以后 我吴某在穷乡僻壤 是终日忏悔 以泪洗面 决心痛改前妃 重新做人 是吗 难道狗还能改了吃屎不成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曹大人 宋大人 我吴某既承蒙圣上的宽恕 得以重返京城 赴任临安之府深感财书学姐 以卑职看 此案十分复杂 真假难辩 还非得宋大人亲自审理不可 吴苗水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卑职的意思十分明白 就是请宋大人作为此案的主审 而我吴某袖手而立 非宋大人吩咐 我吴某绝不插手 不知宋大人意为如何 吴苗水 你这是 宋大人 曹大人 在下就先行一步 告退了 难道说 狗真改了 吃屎不成 宋大人 吴苗水被你赶走了 这回你高兴了吧 这可惜啊 曹某人还不想走 干脆 你我同进此门 一同去看个稀罕吧 曹大人那就请吧 请 宋大人 此二人是怎么死的 该看出先明堂了吧 死者背后有一窗口 身即两寸 外一只血呈暗红色 银针探即深处 血色发黑 大概是毒箭之类的戾气吧 死者蹊跷流血 双目暴突 脸色发暗 身上发青 击辅其他部分 有大部分紫荆 是中毒而亡的特征 大人 这房子一定有问题 嗯 对方外来盗贼 在此设下机关 二人执刀行窃 被毒箭射杀 可谓咎由自取 如意愿 不应该承担过失吧 哼哼哼 宋天行啊 此二人面目可憎 蒙面职刃 散入民宅 非投即强 死了也是白死 我看这件案子 十分简单 就此呢 便可以结案 曹大人 死者身份不明 案情不清 如此结案 恐怕是显得草率吧 人已经死了 你还查什么案子 哎呀 好在如意愿 也没受什么损失 以后呢 那他们小心点就是 管师 在 把这两个死人拖走 挖筐埋掉 天气太热 喝酒都会发臭的 笑得钻面 嗯 来吧 慢 这两具尸体不能动 去把你们庄主找来 人都死了 他都不敢出来见人 难道说是心里有鬼 不敢报官不成 宋天行 有这个必要吗 是谁说我心里边有鬼啊 宋天行 别来无恙啊 雕直线 什么时候成了这大庄园的庄主呢 宋提行 宋大人 幸会 幸会啊 你看 本人雕光斗 如意愿庄主不假 直线二字就免提了 这世界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啊 你看 我们二人又在这儿见面了 你的管事说我们曾经打过交道 原来是雕光斗 雕庄主 怎么 丢官之后 就做起这神仙般的庄主来了 是啊 京城那热闹地方 大官小官满街跑 我这个不官不利的小老百姓哪敢呆啊 所以就躲到这儿郊区来随随便便改几栋房子 想想安逸图个清闲吧 宋大人 你我以前有过交往 不论好坏 总是熟人熟面 上回你到如意愿来 恰好我外出 不得见面 送上一点保礼 还被你给退回来了 何必呢 你我是不打不相识的老交情 你看 这回 这两个不知名的刺客 倒成了我们俩的牵线之人 是咱们两个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 如不嫌弃 宋大人是否到前院去喝杯茶叙叙旧 正好曹大人也在这儿 何不三人一道去呢 宋特杰 你说呢 不必了吧 刁庄主 这儿还躺着两个死人呢 案子没有查清喝什么茶呀 既然刁庄主已经来了 那我们就先把这桩公案断了吧 又宋大人 何必呢 不就是死了两个刺客吗 天下之大 烦心之势这么多 荆棘之地百十万人口 你个四品的提行官 干嘛为这两个 不知道为哪个混蛋主子卖命的 傻大汉废劳废神呢 跟你说句实话吧 像他们这样 欲途不轨 无功而辙之事 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这么说死人也不是头一回了 只是你藏匿不报而已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有说我死过人 那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你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难道连他们的目的也不清楚吗 看来宋大人的好奇心很重啊 很想知道这屋子里边装的是什么 对吧 刁庄主何不打开大门 让我跟尚书大人进去看一眼 岂不更好 曹大人 你是刑部尚书 官居一品 以你看 我这一介平民 非得打开我这私家的小屋 来满足这位四品提心官的好奇之心吗 宋提心 曹大人 查案检验 岂可半途而废 偷工减料 刁庄主是见过世面的人 不会藏藏掩掩 让我们心存疑虑而去吧 看来宋大人是非想看不可啊 那好 我倒有一个有趣的提议啊 宋大人何不猜一猜 这小屋里边藏的是什么 金银财宝 不会吧 古丸字画也不像 难道你刁庄主还能藏着谁家的大家闺秀不称 宋大人真会开玩笑啊 我这如意院里边 什么样的女子没有啊 绝代家里名门闺秀 何必要藏藏耶耶呢 把这些艳美鲜活的小女子 藏在这密不透风的房子里边 那不岂是小白菜晒太阳全蔫了吗 宋大人你也太小瞧我刁谋的气度了吧 那总不会是一堆白骨吧 宋大人真的开玩笑啊 你真是三句话不立本行啊 难道你自己喜欢把玩白骨摆弄死尸 难道我刁谋也有此嗜好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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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好 来啊 这 把这房门打开 让宋大人进去看一看 满足他的好奇之心吧 是 宋大人 里边请吧 曹大人 一块儿进去看看 呃 雕庄主 你说你这箱子里装的 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名人字画 那装的是什么呢 宋大人 你我都是经历过多年世事之人 曹大人就更不用说了 风风雨雨在官场上也几十年了 我刁谋离开官场之后 闲来无事 回首往事心雨茫茫啊 想着这世事沧桑 人海沉浮 官场内外一事繁多 说是叫人呢 我刁谋也是无财无事之辈 不敢自称 著书立说 只不过是闲下空来 躲进这小屋子里边 把过去在商场和官场上的 所见所闻之事记录下来 宋大人 住书立说那是人之常情 但怎么会有人对你的书这么感兴趣呢 甚至派了强悍之徒前来窃取 即使你的书价值万贯 也不应该有人像飞蛾扑火一样前来送死啊 这使我实在是费解啊 这里边的奥妙嘛 我就不便直说了吧 曹大人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倒是来猜一猜 你说那些心怀鬼胎之人 为何对我雕谋所著之书如此器重呢 这人各有好 我哪能猜得到别人的心思啊 宋天青 行了行了行了 人家躲在这小屋里就是写书立注 箱子里装的无非就是这个书稿 都是人家私家之事 我们管得了吗 走走走走 曹大人 可是这 行了行了 你看这小屋 房间本来就小又没有窗户 真是憋得很 闷得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 走走走 走吧走吧 不许上开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 上开 你们干什么 对对脏脏成何体统 大人 这小屋机关重重 神秘莫测 我等见大人进去许久未出 心中十分担心想入内探视 这几个家伙态度蛮横 语言粗鲁 居然说我们官府的人都是些草包 无能之辈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官府的人都是吃黄粮的 掌握着我等的生死大权 当心哪一天把你们脑袋给拧下来 叔叔和姚千 你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雕壮主和我是多年的好友了 怎么可能按摄机关加害于我呢 这 哼 雕壮主 手下人无知 只分抱歉 那你是我手下的人无礼啊 雕某在这里向二位赔礼啊 还不赶快退下 宋帝家 还愣着干什么 走吧 二位走好 曹大人 就这么走了 公事都办完了 还赖着不走啊 就让雕壮主请你吃饭哪 嗯 哈哈 哈哈 是 大人 来 喝点凉茶 英姑 家里可好 玉珍好吗 您放心吧 不然吃得好 睡得好 什么事都没有 好好好 看您没开眼笑的 一定有什么好事吧 刚刚写成了一篇卷手语 英姑 你来给本官点评点评 来 来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此四刀稿记 他无寸长 独于欲暗 审之又审 不敢蒙一毫慢一心 若浊然知其为妻 则亦与博下 或宜幸未绝 必反复深思 情真意切 写的呀 正好符合您的心境 英姑 这本书耗费我多年经历 今日写成 也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大人 您现在不仅是眼下这一大快事 应该算是双喜临门 还有双喜临门 是啊 你看啊 夫人现在怀有身孕 宋府眼看着是后继有人 现在你的喜冤极路又已成书 可以留给后人 这岂不是双喜临门 好啊 看来 本官最近还真是双喜临门 是啊 大人 大人 你想对婴屋说什么吗 你想对婴屋说什么吗 大人 大人 你想对婴屋说什么吗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 委屈你了 玉贞对我说过 想让你我 布大人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颐姑 这么多年 你随我办案 帮我料理生后 宋司再傻再笨 也不至于不明白你的心思 只是 爱 大人 你知道 我有什么心思吗 此时此地 别无他人 因姑 就对大人说几句心里话 我跟随大人这么多年 大心眼里说 我是无怨无悔的 至于 我敬佩大人 无人可比的才学和胆识 我佩服大人 刚正不恶的个性 和嫉恶如仇的品德 亦可知 我对大人的敬佩 优如小秋置于高山 山西面对大海 大人 只要您不嫌弃我 您不愿意 一如既往地追随在你身边 只是 应不要再听委屈二字 宁公 让本官如何说呢 大人 大人 什么也不用说了 热死了 热死了 大人 我回来了 赵部头 你去寻访可有什么收获啊 大人 西郊山脚下所有的村子 我都走遍了 打探了许多农家 可是啊 没有一点线索 大人 这个白骨案可没把我们少拖累啊 要我看不差算了 反正也没苦主来诉 这叫什么话 陈案未喜冤魂未散 正是你我不断努力的时候 怎么能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呢 可这个案子也太困难了 就那么一点的线索 这都几天了 我们也没什么新的想法啊 可我还是觉着呀 那个如医院疑点最大 雕光斗这个人 足智多谋不是个简单人物 你说会不会是他在扮演着什么重要角色呢 大人 大人 嗯 大人 城西郊外又出事了 什么 据村民来报 民权伺候发现一具年轻女尸 是 笔墨备好了没有 好了大人 来啊 传锦衣班班主江氏上堂问话 传班主江氏上堂 你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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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女 你可知道 死了 他怎么死了 死在哪了 这该问你啊 他是你班里的当家女蛋 你该知道她的去向 江氏 你从事说来 小桃红什么时候离开锦衣班去了何处 如有谎言重则不担 是他 是他 是他干的 谁 你说是谁 刑部那个竹如海 是他 是他 是他杀死了小桃红 是他干的坏事 竹如海 你说竹如海杀死了小桃红有何证据 从事说来 大人 前些日子 刑部官员朱如海 经常来瓦舍看戏 开始 我以为他是喜欢我们演的戏 后来才知道 是看上了小桃红了 我告诉他 你别走梦了 人家小桃红怎么能看上 你这七八品的小官呢 人家有才有貌 你呀 拉倒吧 我 我怎么劝的 他都不听 小官您高似的 站着不放 我说了好几遍 也没用 欠几天 刘青啊 小桃红回来了吗 回来了 在床上躺着呢 说是头疼的厉害记不来了 这也太不像话了 再怎么着也是我们这一般的人呢 不行 我叫他写了演戏 算了 今天我答应顶他演戏了 他给了我这个 他倒是有钱让你顶他演戏了是吧 好 那你就演吧 你怎么又来了 他小桃红回来了吗 回来了又怎么样 我想上去看看他 小桃红病了 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真的 那我更能上去 不行 你不能去 班主 你看这个人真是没脸没皮的 人家小桃红都病了 躺在床上 他还要去烦人家 我说姓竹的 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 我可到刑部告你调戏民女之罪了 那 怎么着 还不快走啊 好 我今天我不上去了 我这就回去好吗 什么东西 这么说 那日小桃红因身体不适躺在住处 并没有与竹如海见面是吗 不 那天晚上 柳青回到他和小桃红住的屋里 屋里空空的 早就没有小桃红的影子了 肯定是竹如海瞒着我们 又去找他了 要不然怎么不见他人影呢 这事柳青知道的清清楚楚 大人您可以问他呀 站在一旁 来呀 传柳青上唐问话 传柳青上唐问话 民女柳青叩见大人 起来回话吧 谢大人 柳青 小桃红因何故失踪你可知道 那天竹如海去过他房间后 就再没见人面了 你说竹如海进过他的房间 有何凭据呢 有 有雨伞为凭 雨伞 谁的雨伞 竹如海的 他那天遗留在小桃红窗台上的一把雨伞 那天下午 如医院来叫接小桃红去唱戏 班主让我替他去 我从如医院回来以后都很晚了 回到与小桃红合住的小宅院 我想问问小桃红的病情如何 就去敲他的门 小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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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如海 竹如海 就凭这个你就断定竹如海来过 并且见过小桃红是吗 不是他还会是谁 何况第二天他还来找过我 问小桃红回来没有呢 是吗 把所有实情一一讲来 那天早上 我还在床上躺着 他就来敲门了 小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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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红在吗 你找小桃红干嘛 小桃红 他有没有回来 你还有脸问我 昨天他是不是和你在一起 对 昨天一开始我们是在一起 可是后来 后来出了点意外 他真的没有回来 回不回来你不会自己看吗 昨天我等了他一晚上 到现在连人影都没有 你老实说 昨天你把他带到哪去了 你 竹如海 竹如海 你的伞 你可曾问过竹如海 他与小桃红是在何地分手 又是因何故分手的呢 我本想问的 可他魂不守舍 急急忙忙跑了 雨伞何在 还在我的住处摆着呢 阿六 在 随柳卿之住处取回雨伞 是 走吧 赵部头 在 速穿竹如海 提心思公堂问话 是 是 这竹如海自成有病在家禁养 已有两日未来办公了 赵部头 慢走 告辞 不送 朱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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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住这儿啊 他住这儿 你是提心思的捕头 他在哪里 我们宋大人传他去提心思公堂问话 朱如海在此 朱如海 你可知罪啊 宋大人 朱如海 不知罪在何处 锦鱼班小桃红你可认得 我与小桃红相识不久 彼此相误 有情有义 哦 那么前两天 你们可在一处啊 前两天 我曾和小桃红 一起在民权寺 可是后来 后来怎样 后来因为天黑陆滑 他不顺跌落陡坡 我当时便瞎破寻找 第二天又去山谷寻找多时 均不见奇人 我以为 他跌落陡坡 伤病在身 暂就躲在郊外某处养伤 跌落陡坡 你过来 朱鲁海 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小桃红 这怎么可能呢 你怎么可能就死了呢 小桃红 朱鲁海 你现在知道自己所犯何罪了吧 宋大人 是我害死的小刀工 是我的罪过呀 我毁 我不该拉他逃往后山 天黑无光 山道险恶 是他跌落陡坡而亡 可是我不明白 他跌落陡坡并不是很高 他怎么会摔死呢 这 这不可能 问得好啊 朱鲁海 本官曾去现场做过勘查 那陡坡高不过两三丈 并且没有突兀的硬石 常人跌落下去 负伤或许可能 但绝不至于致命 唯独这小桃红 体质如此不济 他一跌便跌死了 你觉着奇怪 本官也觉着奇怪 好啊 朱鲁海 你还想赖 明明是你杀死了小桃红 你好狠心 小桃红对你那么好 你绝把他给害死了你 宋大人 朱鲁海 等案蹊跷破多一斗丛生 你涉嫌此案 需将来龙去脉 讲个一清二楚 不得瞒骗 宋大人 朱鲁 一定如是述说 绝不起瞒 那天 卖布啦 上好的布料 卖布啦 上好的布料 卖布啦 小二上茶 来了 小二上茶 小二来闭茶 来了 这么说你只是等在门口想等他 出来 正是 我在茶馆做了有一个多时辰 等得心骄不已 眼看天色江暗 心想这小刀空不知病情如何 是否需要帮助 便起身离开茶馆 遇进其租住的那个宅院 来人是谁 所赠何物 说了些什么 来人面身的很 自身是明权寺一个戴法修行的居士 他给我一把纸扇 是我前不久提次送到小桃红的 他说小桃红被恶人骗着明权寺 关在某处欲对其强行不端之事 故然小桃红请那位居士指此山来找我 要我赶紧去解救 说下去 后来我闻停此去 不计多想便离开了小院子 直奔西郊而去 在城外雇了一辆毛驴车 直奔明权寺 快 去明权寺 快 快点 再快点 那天 驴车走了很长时间 才到山脚下 此时天色已黑 我急忙赶到了明权寺 谁进来了 不知道啊 怎么回事 走 过去看看 走 到那边去 走 我被关在偏殿有一个多时辰 急得快疯了 心想不行 我得去救人哪 就想把子打开后窗 跳了出去 里面可否是小桃红姑娘在哭 是不是小桃红 竹兄 是你妈 我是小桃红 小桃红你别急 我马上来救你 小桃红 竹兄 你别紧张 我来救你来了 这门怎么开了 快走 快点快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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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怎么回事 哪急了 怎么不见人呢 走这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追 小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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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了 小桃红 站住 站住 别让他跑了 别让他跑了 朱如海 你说完了吗 在下已经说完 说的可是实情 句句事实 没有半句欺骗之词 那怎么本官听着疑团重重 漏洞百出呢 宋大人 朱如海 你说你没有进入过小桃红的房间 那么雨伞从何而来 打击和会落在窗台上被六轻蚀走 这把雨伞确实是我的 可能是那天忘在茶馆了 姓竹的 你明明进了院子 把雨伞放在窗台上 你还想赖吗 你撒谎都不脸红 真不是个东西 你 宋大人 那天我确实没有进过他的院子 朱如海 你还说明泉寺的居士曾经向你举报说 小桃红被拘于明泉寺后山之上 你急急赶往西郊将他救出 被众和尚发现不得已逃往山林 然后才失足落魄而往 可是这样 此事确实没有半句谎言 一派胡言 来啊 传明泉寺主持决心禅师问话 传明泉寺和尚问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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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